今天介绍的是那个比蒂尼那个特斯拉加紧Hero A12 这是它的内部电路 这个是原装的那个盒子 这个是被我拆过的 这个呢是那个 这个充电器配的那个开关电源适配器 24V2.5A最大60W的是那个明尾的电源 使用的时候呢只是把这个 把这个那个电源插头插到这个上面就行了 这一块是电源正这是电源负接那个 这边输出这是输出的充电电瓶的负极 这个是正极可以看一个红的一个黑的 它这个电容呢大概是27000微法 输出那个电流的平均电流是2A 这是两个指示灯 充电的时候呢这个红灯一直在闪就在长亮闪烁的那样 当到输到输到输出的电源的时候呢 红灯和这个绿灯的交替闪烁 达到一个辅充的效果 但是呢这个充电器唯一的缺点就是它不会停 会一直在辅充充满的 所以说呢有一些小的缺陷 这个套件呢现在是110美元 一个原装的好像是200多吧 这个回去可以自己玩嘛 比较方便一点 有些爱好的搞不明白它这个电路到底是怎么做的 买回去你焊接好以后呢 它这个电路你怎么调那个辅充电压呢 就是就是调这一块 调这个小的可调电路25k的 先把这个其他这个输入这块不接 把输出这个接到一个那个可调电源上 小电源就可以了 调到你需要那个截止的电压 比方是你需要14.8V便 让它进行俯充的话 你就把那个小电源 设成14.8V 然后呢把这个输出这块接到那个电源上面 正接正 伏接负 然后这时候呢 你就观察这两个灯 如果是红灯的话呢 你就调这个电阻 一直调到这个绿灯变亮 这个时候呢就把这个电压已经设置好了 实际上还是很简单的 这是需要加一个散热片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吧 设置一个大的或小的 它原装的基本上就这么大 原装的是铝的 我用了一个自己做的一个铜的 散热稍微好一点 这个充电器呢是用那个电容的 对那个电池进行脉充 那个充电嘛 有一定的那个去流化的效果 超一的效果呢没有发现 目前来看呢 它这个充电器就是属于常规的一个充电器 你回去呢可以根据这个电路呢 改一个更大的 就是增加增大这个电容 或者是 然后呢把这个 输入和输出这个厂效应管呢也增加 比方现在是两岸嘛 你增大一个电容的话 那就是四岸嘛 这个把这个厂效应管呢变成四个就可以了 两个输入两个输出 这样就不错了 当然你也可以改成 电路不要懂的话 改成一个高压的也可以 充24V 36V或者48V的都可以 那改动的话就比较大了 它这有一个需要换一个跳线 在这一块 然后这也这个块 挑线 好今天就说到这儿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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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